味道很重欸 今天早上大概在10點半的時候 然後民眾跟我們講這邊時薪一階有起火 那現場阿茲代表來的時候有聞到濃濃的瓦斯味 發現到是我們的先生母在挖污水管線的時候 不小心挖到了我們瓦斯管線 然後產生的火花造成它起火 那火量非常的大 那第一時間阿茲代表跟我們朱建民議員的團隊 還有尤雅婷代表也在把民眾先疏散 來保障我們民眾的安全 那消防車也及時到來也馬上趕來救火 那火大概在3、5分鐘就把它滅了這樣子 那現場還是有濃濃的瓦斯味 提醒附近的朋友不要到現場來 我們分隊人員到場的時候 瓦斯管線有挖破的情況 然後火勢串出有高達3到4公尺高的高度 那高鐵分隊到10點03分到達現場 出溢水線 將火勢控制 10點13分將火勢控制完畢 那據了解現場是施工污水管線的工程 然後不慎挖破瓦斯管線 那我們有管制附近的火源跟人車進出 避免災情過大 所幸此案件沒有人員傷亡 沒有擴大延燒的情況 連氣到尋找火山姜 你用火山砲上排隊 你用火山砲上排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